由於先前的秋臺 還有東北季風的影響 目前全臺水晴穩定 但是臺南的水晴是來到了象徵 提醒的綠色燈號 又因為枯水期到來 所以南部的主要水庫 水晴也逐漸吃緊 南水局也將會滾動式的檢討 來到臺南中水庫大壩 雖然水位還會出現到底的狀況 不過目前水位高度 已經掉到兩百零八公尺左右 就連民眾也呼籲要節約用水 事實上先前的秋臺 和東北季風的影響 目前全臺水晴穩定 不過只有臺南還在水晴 提醒的綠色燈號 而供應南部用水的幾個水庫當中 南化水庫的蓄水率 還有將近百分之九十三 而真文物山頭水庫 合聚有效的蓄水率為百分之三十六點四 為此南水局也啟動出水量的管控 由於已經到了枯水期 針對農業灌溉管理 南水局也強調將加強飲水機會 落實水庫出水管制措施 也呼籲產業節約用水 至於接下來的倒作是否會影響 還需要相關單位滾動式的檢討 記者用戰橫探斷報導